在现今忙碌的社会当中 有许多的父母亲在寒假期间 不是将孩子送去安亲班 就是委托家人照顾 三星乡大赢国小为了协助孩童的照顾 同时希望孩子有强健的体魄 所以从2月6号到2月10号 展开围棋5天的足球东令营 招收校内1到6年级学生约50人左右 帮助学童多元发展并且推展足球风气 大影社区足球教练林毅全欧贝表示 本身我们这是在于大影国小毕业的学生 然后因为透过我们下一代 也陆陆续续读我们的大影国小 最主要是因为让小孩子可以收心 那收心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踢球而已 我们还是增加了学校的课辅课 让还没做完功课的小孩子 就是来学校就是把功课做好 然后透过这一个场地 让我们可以让下一代一代接一代的 一直在回馈在这个社区 为了配合家长上班的接送 有时候学童也会提早到校 相对的教练也必须比学员更早到大学校 学员到校后必须先接受客服 完成寒假作业进度后才会进行足球的训练 我们竹协总干事 欧贝总干事还有力性教练都全力支持 这次的尤其是乡长 敬佩大力支持这次的娱乐营 这五天的娱乐营 我相信孩子们不管是球技或是功课 教练都盯得非常的紧 在这五天陈萌乡长来了第二次 还有我们村长还有三位代表 还有我们基金会赖董事长都来探班 给孩子们满满的鼓励 藉由这次的娱乐营 孩子们的体能球技应该都进步很多 在月底的县内的国小世界杯 做一个备战的一个状态 希望在月底的县内的选拔赛 能够多得佳基 参加足球营队不但可以强健体魄 还能训练观察力及反应力 并且配合团队合作的精神 我们这次办这个东顶足球营 除了家庭很支持以外 你看孩子们也很拥有来参加 办这个活动有它特别意义 就是我们透过活动 让孩子在含假期间 可以隔着出来和活动 减少它使用3C的产品 各地的身体 也要特别感谢这次的这个高年 这个高年要特别介绍 这个高年都是大部人来自我们厅所 自四人在这里大陣的家庭 这些卡丘对 万里又在这里 教寄这个孩子 来这些孩子的扶杜 让这个孩子在平时 除了一般的运动一晚 可以对卡丘有更好的幸福 以上新聞由政森記者 張凱婷採訪報導